美国男篮球员受到奥运会球衣是啥反应 小卡面无表情 库里喜笑颜开 浓眉一脸懵逼 之前美国篮鞋也是公布了 今年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名单 而近日篮鞋的工作人员 也是给球员一个特别的礼物 那就是现场送达 印有他们号码的球衣了 那么当迷的球星们 现场受到球衣 他们的反应都是如何呢 首先随着勇士队无缘棋乌赛 库里和主帅克尔 也成为最早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成员 而我们只见 库里在受到球衣后 也是喜笑颜开 看上去十分高兴 毕竟这是库里第一次 代表美国队出战奥运会 估计也是他最后一届了 库里表示 自己十分荣幸能够代表国家出战 也希望他能够有不错的发挥 随后第二组登场的 就是詹姆斯和农梅了 当时他们正在体肤队的客厂酒店中 而当送球衣的工作人员来的时候 农梅还在打电话 而詹姆斯则是早就发现不对 一直拍手庆祝 农梅哥也是一脸懵逼 旧老头高兴啥呢 而随后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球衣到了 随后詹姆斯和农梅也是留下合影 下一位出场的就是伦纳德了 当时主要练泰伦卢 把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 本来伦纳德以为主帅 是要给他商量一些级无赛的战术 结果却发现他掏出了一件球衣 伦纳德也是一直面无表情 看上去并没有多开心 他的面谈属性依旧在发挥作用 只有在最后合影的时候 才露出了职业假笑 而相比于伦纳德 终于入选美国男男的恩彼得 无意笑开了花 在看到美国界球衣时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不知道此时屏幕前的法国球迷 或者卡梅隆朋友 看了是不是得恨得咬牙切齿 大骂一句叛徒和喀奸呢 而作为好男人的霍勒迪 当时希尔去给他办法球衣的时候 他正在陪伴自己的家人 我们可以发现 当时霍勒迪的小女儿 听说爸爸要去奥运会了 也是相当兴奋 但是谁能够解释一下 小公养脸上这是什么东西 看来和自己爸爸玩游戏 也是没少数呀